知不支持未来牺手绿营 这个真的就看议题 因为我们真的认真的盘点 民主进步党过去曾经承诺过 后来跳票的法案 真的是一拖拉不过 所以我们519在民进党中央党部前面抗议 说他是巴勒党 因为他开了一堆巴勒票 你说跟民主进步党合作这件事情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第一个 诚实面对自己跳票的错误 好好跟台湾人道歉 说我们跳票了 我们现在努力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为了努力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希望跟台湾民众党共同合作 帮民进党兑现 民进党票票多年的巴勒票 这种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台湾民众党是非常理性就事论事的在看待 只要对台湾有益 当然合作 为什么不合作 比如说 我们来推吹哨者保护法 我们来推居住正义的法案 我们来推财政收治花捆法 我们来推废除监察员 每一个都是你民进党 过去的主张 对啊 非常乐意跟民进党合作 那国庄老师会不会担心 因为现在柯建民感觉有点 就是有点生气 因为他以前是立院老大嘛 然后现在有国庄还有国民党 就是有点对视不对人 会不会感觉好像以后会很难合作 对柯建民来讲 他永远都是对人不对视 所以你在党团协商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两个状况 小孩子吵架 一个是蒋鼓 从盘鼓开天 开始假 然后第二个是人身攻击 他就先骂人 昨天党团协商 我们在协商原住民的禁法补偿 结果在那一场协商 你们回去看喔 柯建民第一个发言 发言的第一趴 是骂柯文哲 真的 我那时候坐在那边 然后我在想说 我们现在为了禁法补偿 在协商 好 你有办法第一趴 骂柯文哲 我也是服了你了 那你会发现 当像柯建民 他开始对人不对视 全部都是在进行政治攻击 目的全部都是在捍卫 他个人以及执政党的利益的时候 你说民主进步党 党团这样继续走下去 为什么会在立法院里面很辛苦 一定有他的原因的 今天柯建民从来没有来找台湾民众党说 台湾民众党过去有一些法案 没有过 我们现在来过 比如说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我们2014年太阳花运动以后早就该做了 票票八年没做 我们现在来推 合不合作 当然合作 大家好 我是柯文哲 大家好 我是黄国昌 大家好 我是黄珊珊 祝福风灿传媒 一岁生日快乐 祝福风灿传媒 一岁生日快乐 祝福风灿传媒 一岁生日快乐 希望风灿传媒 秉持政治 持续公正报导真相 发出台湾的声音 祝福生日快乐 2023年4月 风灿传媒诞生 一路走来 我们无畏辛苦展现专业 让FTNN新闻网 达成千万浏览的成绩 我们无畏付出展现创意 让网络节目达成千万人次观看的目标 谢谢你们一路支持与陪伴 风灿传媒 感谢由你 三国家 二国家 一路 看 一路 三国家 一路 三国家 三国家